安玲如很清楚 除了自己的贴身下人外 并没有其他人接触过自己的床铺 所以无论告密者是不是甄嬛 娃娃被泄露出去的事 自己的身边人逃不了干系 最大嫌疑人便是贴身侧候的宝娟 宝娟这番话直接暴露了她告密者的身份 安玲如只提到了请殿 而宝娟却说没有动安玲如的床铺 摆明是知道问题出在了床铺上 无奈安玲如在气头上 并没有发觉宝娟话中的问题 宝娟把矛头转向了菊青 脖子认为宝娟这一行为背后 有皇后的受益 想来皇后来此之前 是进行过周密部署的 能预想到自己走后 安玲如会对身边的下人产生怀疑 若炸出了宝娟这一局便失败了 所以提前告诉了宝娟说辞 一来洗清了宝娟的嫌疑 二来利用菊青坐实向皇后告密的人 正式甄嬛 一旦产生了怀疑 阿玲如也不管这期间有没有漏洞了 皇后的暗示 再加上宝娟的证词 这看似荒唐的说法 就已成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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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